5首 tell 见到我会有反应吗 哈哈哈 ? 哈哈哈 好烂 最新的 还是小孩的 五分是什么歌啊 哈哈 你们可以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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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上当 虽然我笑 你们不是这首 但是 我不是想说 我两个 我不是想 你本日 孔雀任务诱惑 孔雀任务诱惑 孔雀变魔术 孔雀乘机平放电 啊 粉红女郎主创驾到新客厅 蛇斩即将上演 大家好 我是蛇主播王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反串主播孔雀哥哥 哇 今天你又是跟男人比美的 不是跟男人比 虽然还是跟女人比美 啊 我觉得今天我本身有点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今天来的嘉宾都太漂亮了 对 因为我本身 我觉得我是内地最美的 可是今天来的这几位就 啊 完全把我搞得很逊色 今天来的不一定是内地的 也有台湾的 也有香港的 对啊 而且今天来的有一位呢 我觉得 嗯 嗯 他男人比较失足 男人比失足 对啊 而且他是我的偶像 就是我从小就是看他节目 也是我的偶像 我也是看了节目长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 男人要说他是吗 好了 所以今天要求领导 让他坐在我们旁边 就是可以多看一下他的尊荣 哈哈哈哈 其实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的观众也不知道 我们在说什么 03年有一部剧很火 是这个 啊 我们的朱顿勇老师的这个 色女郎 拍成这个电视剧 粉红女郎之后 你知道吗 今年 真的这么多年之后啊 8月份会上映的这个电影啊 叫做粉红女郎 哎 哇 那一年真的是太火爆 这次又会再次火爆吗 应该会 我觉得 应该会是吧 对 所以你猜那个 我们这个 就是你刚说的那个 男人魔 他会演哪个角色呢 我觉得他就是会演一个 比较厉害的角色 而且我觉得他 他能吃 我觉得我们两个 不要废话多了 就赶快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粉红女郎的剧组们 欢迎 欢迎 哈啰 我们是剧组们 啊 sorry 主创人员 不好意思 这对家偶 还有我们酷乐的所有的 那个网友们 大家好 我是阿雅 哦 哦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西宇 那么我在粉红女郎 中山西办演刷牙 嗯 妈妈你怎么又要刷牙 你不是刚刷过吗 我每次骂完之后 都要立刻刷牙 喝了喝 这是一种 正好 虽然了 于是 这样就可以清除 内心那些 不解和 误会的感觉 男婆 你应该是 其实你每天骂那么多人 你又不让自己找到的 所以你不说 气话案 气话案 气话案啊 啊 他在这里干嘛 快快过去做事 滚啦 骂完人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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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大林 快过来 汪大林 快过来 哇 没有讲了 我是半年结婚狂 哇 反了我还以为 就是啊呀姐姐 扮演男人模 哈哈哈 那个男人未十足的人 是在说我吗 没有了 留大哥 哈哈哈哈 你看自己的腿毛好不好 黏在 哇 能不能挂一个 对我还有胸毛呢 导播老师给个特写 好了好了收 来 这个外人名 小四哎 你在里面就是演一个色色的房东 平常你也很好色吗 就跟一番这场的男生是一样的 然后那都很好色 见到我会有反应吗 啊啊啊啊啊 好 好了好直 他见到你没有反应是好事是夸奖 是吗 旁边我帅哥呢 旁边那个帅哥真的是 帅哥要不要 你要不要过去 我要 我觉得我要啊 哇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你好你好 哇你真的好帅哦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你好 你这边 你这边 那边那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好大家好 我是景蓉 电影的面膜演的是高明 演的是哪位 高明 看了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高明 你好 我是Eva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尽容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啊 刚刚也说了 就是蛮鲜明的这一次 我们一一来解释一下 我们来就是解剖下 我们这个人物角色的形象 从艾艾姐这边开始 呃 饰演的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什么样一种味道的 觉得跟上一个电视剧来比的话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呃 因为其实之前电视版的粉红女郎 真的是无可取代的经典 嗯 然后在十年前的那个粉红女郎 然后在结婚房 我们都知道就是很漂亮 嗯 然后又是文艺母亲的 嗯 嗯 然后她牺牲色相 就把这个结婚房 嗯 然后去演这个结婚房 嗯 可是我们在演的 就是在电影版的时候 导演就觉得 嗯 就跟我们凯文之后 就觉得 其实现在很多女生就是 都什么圣女啊 嗯 就是过了三十岁不结 还没有结婚 就会被人家说 啊你怎么还不嫁啊什么的 嗯 可是这些很多女生都还是很漂亮 嗯 就是也很有能力 然后 嗯 对工作什么都handle的很好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 现在的结婚狂呢 不一定要是 都好看的 但是可能就是对那种 感情的要求追求是很高的 嗯 然后可能一个三星级的女生 但是想要一个四星级的男友 所以她就找不到那个真爱的对象 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结婚狂 所以她演的是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结婚狂 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比较适合你啊 因为你刚才说了三十岁不结婚的女人 嗯哼 对啊 而且应该快四十了 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我是没有人要 真的没有人要 但是我觉得 我真的没有人要 你是要求太高 所以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爱爱姐 你是在电影里啊 我现在生活中也 也没人要 哎 有有有我知道 是你们蛮抢手的 我知道我知道 对 阿爱姐其实我 我给我感觉做电视节目 一直都是很疯的那一种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 就我觉得有点做电台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阿爱姐跟我一样是双膝主持人嘛 电台也做电视也做是不是 其实很多一些那个电台主持人 她做电视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啊 像刚刚我觉得你有点电台腔 对 有点收 就讲话的感觉收着 就有点收了 对 那那所以嘞 所以要我可爱一点呢 哇 他有电影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 如果现场有点疯狂的人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比较冷静 不会吧 你说的是哪位哪位 要保安把他带出去 我觉得 对因为可能有些时候 生活当中跟这个上的节目不一样 不一样 可能今天是有点困 所以没有放开 对 是不是 对 慢慢来 为什么要倒时差 因为从国外刚回来啊 你都不发 啊 新闻 真的是 没有没有 是因为我有 我都有在看 对 我们大家会觉得就是 阿雅姐她演的这样一个 呃 当下时代的这样一个 我们结婚框 你们会是怎么看待的 跟之前的比较的话 可以七嘴八舌的说 对 大家都可以来 对对 姐妹们嗨起来 加油 你不是姐妹们阿姨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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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因为我 之前也是粉红女浪子 嗯 然后我们都是追这个剧 嗯 嗯 在我的感觉中 可能我是在 一直是在电视机前看 一个是我 和这个 我和结婚框 拜拜的一起 嗯 那可能感觉我看 我的姑娘接 我最近最想说想要给你 阿姨来的 啊 哈哈哈哈 好烦 嗯 哎 哪有色又厉害 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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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是不是 那你演这个角色我觉得也很难吧 一个40多岁的演20多岁的 说到扯 你 会想到什么 扯面 扯蛋 扯头子 不要 不要 扯 是一种态度 可以很煽情 可以很犀利 可以很高 快 单扯 不瞎扯 我是扯主 方圆 有人写情书给我 嘿嘿嘿 我念给你们听啊 我 思念 让心痛 心痛到无语 灯火来深处 默然回首 眼中只有你 哈哈哈哈 你感觉好诗意 好浪漫哦 你的笔记 谁都看得出来 这次笔记要再让你们认出来 我就不叫结婚狂 现在是生活当内是闺蜜了吗 当然 哇 哇 喂你知道吗 在这部粉红电影 就电影版的粉红女郎当中 就是阿姨姐有跟这个范逸成就是有这个舌战 哈哈哈哈 就是很厉害的那种 舌吻吗 啊对啊 好像有这个亲密接触 你是跟我还是跟他 你自己说清楚 哈哈说清楚 就两个都有了 都有都有 还有谁 还有谁 你你还有过一个时间 想说一下 哦对对对 嗯哼 一个超级大帅哥 天呐 你这次有出 你好幸运哦 是同时吗 同时四个一起来啊 你口味太重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一个一个的了 就不同的剧集 那我心里面最想的是要想要跟款曲阿姨来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吗 你好你好 谢谢 哈哈哈哈 我有你要你要跟我舍我 我就 用介绍吃大色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 新语的这个男人婆的这个角色 你知道新语男人婆这个角色有点波准 你知道吗 开始的时候好像因为我们看新语就是 你要他不要他动我 他就这样子就一看 对他不说话 就是 对粉红女郎的这个角色应该是锁定他的 结果后还是他自己要求就是说 他不演 他不演他要演男人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男 嗯 也不是这样子的啦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新语呢 一开始我在 就是很多人听到 我要来演这部电影 然后张新语演 我是男人婆 我就觉得非常好 嗯 因为我那时候对新语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熟悉 了解 然后我想说对啊 那为什么他演男人婆 但是真的认识他之后 他真的就是男人婆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因为大家看他的样子好像觉得是很 很性感 对很美 对 就让人家觉得就有距离感 距离感 对但是认识他之后 反而会觉得那个反差很大 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 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他不一样 嗯嗯嗯嗯 而且我也是有一些私心就是想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 明件股跟电子股都是最近可以买进的哦 哦还有 最近也可以留意一下和内需有关的股 你们想想 吃喝名声用品谁不需要呢 对不对 记住 内需股 嗯嗯嗯 对于男人而言 任何鼓都比不上一个美女的 屁实 嗯 他真的很美 他早上起来都在剃熊毛 喔 和脚一搭 然后剃脚毛 日本 是在电影当中吧 没有他开玩笑的 哈哈esis 我不是不是 我太是 своего Fleisch 我太üp 太哈喷了 不好意思我也好我也 triumph了 一下 哈哈哈 我单纯了一把 嗯嗯 我们在电影版中男人婆可能不是像大家心里所想是一个假小的男人婆 其实他是娶男人当老婆 然后也不被任何的爱情束缚 然后很怕对男人夫妻会这样 嗯嗯嗯 然后独立独行和慈祥有几件 然后像风一样的女人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在这个角色里面就不能显出你的美啊 因为可能男人婆的那个装扮 真的吗 真的吗 好了 刚才我们聊了男人婆 聊了这个结婚狂 接下来要来聊下一位是色房东 色房东 单纯 他的色其实是表现出正常男人应该表现出来的 但是因为他过于单纯不会去演示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色色 但是女人是一个正常男人 就是一个特别善良单纯的女人 嗯 就是 他的那种色其实打的引号的 他是单纯 他是被女人色 不是他色的女人 我觉得 他其实也是不懂那种 嗯 可能是刚发育 哈哈哈哈 就懵懵懂懂的 然后见到很多美女就是那种 嗯 你懂的 就是很紧张 会很紧张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紧不紧张 因为我是那个女的 嗯 对啊 没什么感觉 对啊 而且我们也是要那个就是利用他的单纯 哦 那个单纯 色诱我 然后 嗯 哪有色诱你呢 是 最后太多 是不是 好的我懂 我就知道你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房东 嗯嗯 好的 我们要剧透 要埋伏 你知道吗 因为为了八月份上映的这个电影呢 我们要有一种新鲜感和好奇感 是 所以你刚刚讲的 我还没有觉得 嗯我特别想看 就觉得啊 我是一个单纯的房东 没有别去看了 我们我们的观众不少女 哈哈哈哈 这是男人婆哎 哈哈哈 你真的 我一定会去看 对 没有太胖了 哇好厉害啊 对啊 我怎么办 我没事我买票带 你可以哭去阿姨去买票 我我会去看的 我一定会去看的 放心 对爸爸先去买菜 哈哈哈哈 对阿姨晚上要 哈哈哈哈 哈哈 嗯嗯 好的好的 来 外迷 现在是焦点啊 嗯 其实 我刚才不是你演的外人 他是一个 正在想要成外人 就是他的名字 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 那你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应该很难吧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你才演个二十多岁的 哈哈 其实是一种挑战 我觉得 嗯 对演技来说 反而我没什么 而且你也没有四十多岁啊 你干嘛叫着他 骂我 哈哈哈哈 就是让他去买菜 就说他眼睛不好了 嗯 好了好了我知道 来 嗯 就是你才二十多岁 因为之前电视版的称号 所演的那个角色 他当年好像也是新人 演的那个角色之后 就一泡而红 嗯 也是二十多岁 哦 就所以说那个成熟竟然演得出来 而且那种对爱情哲理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今天又转过来说一下 又回来说一下万日明 因为他今天不容易 今天这个拍戏脚还受伤了 本来是想范逸晨抱他上来的 结果一不小心自己坐上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以为我的拐杖 哦拐杖 上来了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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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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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笑不是优雅的综艺大咖阿雅 性感耀眼的宅男女神张星渝 靓丽迷人的外人迷刘凡飞 单纯甜美的黄伊林 当四个风格久异的女生遇到帅气屋里头的房东 翻译成 还有型男魔术师景容 这样一群人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爱情火花 又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去电影院收看粉红女郎 还没分饼给我 还没分饼给我 是你的啊 诶 你又换我分饼啊 那后天要换回来咯 知道啊 计较而已 请允卖